首先我們先使用麻毛刷 把鞋子本身的灰塵都刷除乾淨 那務必每個地方都要刷到喔 第二個我們選擇的是用一個保養的Cream 然後可以去除原本鞋子本身的蠟 還包括一些髒污 它是比較溫和性的產品 本身帶有一點光亮的蠟 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再來我們就開始進行補色的動作 因為鞋子穿久了多少會有些刮痕 首先我們用小刷子沾一點這個補色的Cream 在鞋子有傷痕的地方 來做一點輕微的擦拭 之後我們用布 把它擦拭乾淨 接下來用出毛刷 將鞋子跟蠟本身的顏色刷得均勻 最後在布上面沾一點水 然後沾一點蠟 我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要上比較中的蠟 之後用輕輕的 以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方式推開它 一定要記得是用輕輕的 不可以用力 然後一直塗暈它直到它光亮